我們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 第30屆澳門藝術節的延伸活動 《漫遊者、觀眾也》 談漫遊式劇場的一個專題講座 我想很多人過往都會這樣認為 當我作為一個觀眾的時候 我去看一個演出 可能是需要進入劇場裏面 觀眾就坐在觀眾席 表演者就會在舞台上 在一個演區裏面進行一個表演 但是近幾年又好像有點不同 近幾年在澳門這個地方 多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形式劇場出現 其中一個就是觀眾需要走出劇場 在街外遊走 甚至乎會帶著耳機去聽一些資訊 或者一些故事 有時候表演者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方 但也有演出沒有任何表演者出現 而澳門的近幾年也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尤其是好像最近2017年的時候 藝術節有一個演出叫做 《聽你的,走我的》 以及今年第三十間澳門藝術節 由足跡主辦的一個節目 叫做《咖喱骨遊記2019》 旅行裝都是類似這種形式進行的 究竟為何澳門近期這麼流行這種形式劇場呢? 我們很榮幸請到來自台灣的一個很著名的劇評人 周凌芝小姐 就是和我們講解一下 分享一下這一類的劇場的資訊 以及介紹一下這些演出是怎樣的 那凌芝除了是一個著名的劇評人之外 其實他都涉及很多不同的範疇 例如是拆展 還有他也是一個中英、中法翻譯的一個翻譯者 過往他也翻譯了很多不同的劇本 甚至於拆本都有凌芝的作品 那今天的時間交給凌芝去餵 我們講解一下這個題目是怎樣的 有請凌芝 謝謝主持人幫我做的介紹 然後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澳門 跟各位朋友分享什麼是漫遊者 漫遊者跟劇場有什麼關係 那因為我的基本上是根本不會粵語 所以等一下就是用普通話跟各位聊天分享 那如果說有一些可能轉譯上 因為台灣有些用語跟我知道跟澳門不太一樣 這個用語跟翻譯其實也是 在漫遊者劇場裡面很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等一下會介紹的一些創作者 他們在他們的漫遊者劇場裡面 其實都會蠻強調翻譯這件事情 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視角的轉換 另外一種語言的使用 然後它也牽涉到就是主詞的改變 就是當一個翻譯 因為我常做翻譯 所以當我在翻譯一個作者 所寫的東西的時候 我要把我自己的視角變成他的視角 假裝我好像很懂他 活在他的體內裡 所以這個好像活在別人的體內裡 基本上就是漫遊者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我們進入城市空間 我們就是要讓自己變成城市的一部分 那怎麼讓自己的主詞 怎麼讓自己的主觀的視線 可以有一所改變 那就是其實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大概就已經蠻多的藝術創作者 試圖用他們的作品 用他們的理論去回答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想要 我們先把時間的軸線 再往後推到一點點 因為今天這個作品 今天這個講座的名稱叫做漫遊視劇場 那漫遊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 各位知道班雅民嗎 有一個德國很重要的理論家 就是Walter Benjamin 然後漫遊者這個詞 基本上是從班雅民 這個理論家所提出來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澳門的時候 因為這幾年跟澳門非常有緣 已經陸陸續續好幾年連著來 我第一年來的時候我在大三八附近的街道裡面 自處遊蕩的時候 我突然抬頭看到一個招牌 我現在要去找那個照片 我當時有照下來找不到 我就突然發現有一個商場叫做雅民商場 有朋友有印象嗎 我那時候有一種天哪如獲至寶 原來班雅民在澳門悄悄開了一間商場 所以我還特地去裡面逛了一下 覺得天哪 就是我完全可以在裡面 用班雅民的漫遊者理論 重新地去感受一下澳門這一件事 但是在一開場 先不進入雅民的商場 我們先看一下一位日本詩人 叫做石川卓慕 石川卓慕是一個還蠻悲劇性的日本詩人 那他在1899年那時候還不到20歲的年紀 他就從一個鄉下人來到了東京 然後到東京以後 他完全被都市化的東京的車水馬龍嚇了一大跳 但注意喔 那時候還是世界大戰之前 所以那時候的東京其實開始有一些現代化建設 但基本上還是一個古都 但是那時候的石川卓慕到了東京以後 他已經被這一個巨大的改變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但是一般我們知道歌頌城市的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方式歌頌城市 比如說來澳門 大家應該都住在澳門的 那身為觀光客的外地人呢 看到澳門是什麼 大三八 看到的澳門是賭場 所以他們歌頌城市的方式是在觀光客的眼睛底下 去歌頌一座城市的偉大 但是像石川卓慕這樣一個日本詩人 他看到的不是這件事 他看到的不是台北的101 也不是看到中正紀念堂 他看到的是躲在街巷裡面 躲在城市的角落裡面 那些被巨大華麗的建築物壓在底下 轟轟隆隆的聲音 我就不全部唸了 但是他其實一直在這首詩裡面 提到一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身為一個漫遊者 我們要怎麼成為一個漫遊者呢 漫遊者當然是要靠所有的全身的感官 靠你的眼睛 靠你的耳朵 靠你的行走的身體 那麼石川卓慕他是從清覺 切入他對城市的認識 所以他會說這都會裡轟轟的霧音 初次來到這個都會 我這落小鄉下人的心靈 最深感畏懼的 不是看不到邊際的寬 不是看不到天際的高 也不是累積文明的尊榮 所以對他來說最感到畏懼的是什麼 而是難以鍍側的霧音的底層的底層 就是都會的底層 那這首詩為什麼會特別在今天放過來呢 因為我覺得他在這首詩裡面 其實已經同時說出了視覺跟空間 跟行走的身體還有聽覺 最後完成他這個漫遊者進入東京的行動 是透過聽覺 也就是霧音 所有東西的聲音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唱歌的聲音 我們是不是能在說話的聲音之外 在聽到其他東西的聲音呢 其他東西的聲音代表了什麼呢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小開場 我們等一下會慢慢地進入到不一樣的階段 去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既然漫遊者 他是跟現代都市的建設一起產生出來的 所以其實身為一個漫遊者 他走入一個城市空間的時候 他會問的第一個問題會是什麼 可能每個人想要問的問題都不一樣 我們可以開始從現在把接下來的所有的PPT的照片 還有為各位放的影片 當作一個成為漫遊者的經歷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各位朋友也可以試著提出 如果你身為一個漫遊者 你要進入城市漫遊的時候 你想要提出哪些問題 那麼當然所有的理論家 他們都會第一個想要去想的是 城市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為什麼會有一座城市 城市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可是城市都會這個概念 基本上是18、19世紀開始出現的 那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後 開始有工業都市 開始有火車城市 開始鄉下的人 他因為沒有辦法在平級的土地下去 去耕作了 所以他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別的地方 聚集在一起成為勞動的人 所以移動它是成為城市的第一要件 那麼這個移動可能可以分兩個不同的層次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走路移動 各位從家裡面來到了這個基金會的所在地 你們都需要透過不同的移動 那是在城市間的移動 但是有另外一種移動 它是跟工作有關係的 那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都會為了工作的效率 而去考量都市的建設 而不是為了漫遊的效率去想像城市的空間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有人看過這個圖片嗎 這是我從網路上找出來的 因為我在想說 一般來說 所有的城市為了要為汽車 為了效率 為了資本勞動 我們要盡量縮短時間 我們才可以工作得更長 這是很悲哀的今天的勞動生活的想法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照片 是我從網路上找 就是離你們不遠處的中國 他們現在最剛蓋完的一個很驚人的廣東的高架橋 然後這些高架橋完全都沒有連接 意思就是說 他們看似好像是一個軸線 可是每一個線路都是通往不同的方向 然後呢 這個高架橋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你沒有辦法住在大城市 可是你要到大城市裡工作 澳門可能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應該多多少少還是有吧 我覺得像昨天我從機場經過路環 要來到這裡就塞了好久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在上下班勞動的時間 你為了要趕赴一個地方 去產生成為一個有用的勞動力產生者 所以中間的那個交通要盡量的節省的方式 那基本上就會用高架橋 那高架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高架橋都通往不同的地方 那基本上原來是有山有綠地 可是呢你因為為了效率而交通 所以你要快速地穿越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在你穿越的過程裡面 基本上它是消失的狀態 所以我們也看到開始有高樓大下棋了 澳門的朋友應該也蠻有感觸的吧 因為你們開始有一些跨海大橋 連通道路開始會填海 可是這些是為了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嗎 還是只是要減短我們去工作的地方的時間呢 這是一個問題 好 所以其實對一些專門研究程式的理論家 比如說像是列菲福爾 然後如果朋友有興趣 等一下會後可以再多交流一些名字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多介紹了 他們其實都會去想 城市在今天快速擴張的狀態下 它並不是一個讓人可以四處張望 讓你慢慢行走的地方 城市反而要打造的是一個 可以快速連通不同空間跟場所的地方 可是它要連通什麼樣的空間 它要連通的是可以消費的空間 它要連通的是可以工作的空間 那我們會說 可是我們也可以連通一些 我們可以去一些比較遙遠的地方旅行 我們可以去一些比較遙遠的地方休閒 但是當你到了一個地方休閒旅行的時候 第一件事會是什麼 找旅館找餐廳找Shopping Mall 所以基本上就算你去旅行了 就算你去遙遠的地方想要放鬆一下了 你還是來到了一個消費的場所 那這樣子跟漫遊者的狀態就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漫遊者像班雅民的觀察就是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巴黎的城市裡面出現了一個新種動物 這個新種動物是烏龜 是真的烏龜嗎 不是 他說的烏龜其實是那些有手好閒的文人 或是波西米亞人 他說可以看到 哇這個巴黎的城市有快速的改變之後 很多人都在街上漫步了 可是他們走路的速度大概就是像我這個速度一樣 但這走路那麼慢 有它的用意 因為一個好像是他們真的沒有他們沒有事情 他們不用像我們剛剛要開高架橋到另外一個地方 趕快很勤奮的工作 因為他們要嘛就是生活很好 像普魯斯特 要嘛就是像波特萊爾一樣 完全沒有錢 所以他也不想要工作 所以他就在街頭上油晃 他走路那麼慢 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面向是因為他想要看到這些空間 他喜歡到處張望 所以他是沒有目標的 他不像我們到shopping mode 我們就是要逛街買東西 我的目標就是我要知道我今天有沒有想要買的 即使我們空手而歸 可是在同時呢 這些走路很慢的烏龜們 他們也有一種展示自己的意味 就可能穿得很好的人 他就是想要讓大家看看他最新的時尚 比如說香榭大道上的紳士或者是婦女們 但是另外一個像波特萊爾 他的展示意味就不是了 他想要用這種很慢的速度 用這種緩緩步行的方式 讓人發現 在這個街道上還有一種人類 他不會急忙地趕到另外一個地方 他不會坐著馬車 他不會想要拋棄他身邊的空間 所以班亞明從波特萊爾的詩還有散文 還有他的行動 裡面找到了漫遊者的幾個主題 也就是留守好賢的人漫步者 漫步者有一個很重要的行動 就是我剛說的除了慢慢走之外 他還必須要四處張望 他必須要沒有目標地在旁邊搜索 這個空間能夠帶給他所有的衝擊 憂鬱或是歡愉 另外一個從這兩個身份延伸出來的 他說就是這些漫步者通常都會成為一個 很好的拾荒者 那班亞明他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拾荒者 拾荒者跟他覺得拾荒者跟詩人 跟波特萊爾有同樣的身份 同樣的行動的生存的意義一樣 因為拾荒者 我不用多說了 我想澳門也有拾荒者 那波特萊爾也是一個拾荒者 他常在小酒館裡面流連 然後他喜歡看妓女看乞丐 所以他會在他的詩裡面 為他們寫聲 為他們素描說 他們在這個城市裡活動的情況是什麼 所以某種程度 班亞明覺得 波特萊爾在他的那個時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為當都會興起 當一個城市興起之後 除了巨大的改變 可是這個巨大的改變 是由誰來體驗的 遊人嘛 對不起 遊人 所以人群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怎麼樣感受一個城市空間 我們要透過移動才可以感受 那這個移動跟我們今天可以在家用Google Map 去移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用虛擬的鏡頭 去穿越地圖 穿越空間 另外一個是用自己的身體 可是Google Map 要注意 Google Map 或者是 有朋友玩寶可夢 你們知道Google Map 跟寶可夢這兩個城市 其實都是美國的軍火商發明 所以各位在用Google Map 在玩寶可夢的同時 你已經為強大的美國 蒐集了全球的情報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都是 軍火商的幫兇 然後我們在所謂在虛擬地圖上的漫步 也變成了我們同時被監控 比如說我一到澳門 我根本沒有 我是開飛航模式 我只用WiFi 可是WiFi一開 就馬上所有澳門的資訊就跳出來了 所以我到哪裡我都是被監視的 可是漫遊者不是 漫遊者是時光者 所以他不引人注目 他必須要穿梭在各個街巷裡面 他必須要去找所有被體制 被這個系統所要丟棄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收藏者 那收藏者對班亞民來說 就是更進一步從歷史層面來看 他是一種繼承人 比如說班亞民很窮 然後最後在 因為他也是猶太人 所以納粹時期他拼命逃亡 可是拼命逃亡 他也是不忘記拉拉兩箱的書 到哪個地方他都要安身立命 就是靠那兩箱書打造自己個人的圖書館 可是他認為這個收藏是有意義的 因為他的那個書 他不是只是收集那些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厲害的理論書 還是什麼 他裡面還有兒童雜誌的簡報 還有一些黃色小月刊的找到消息 然後也有一些小酒館裡面的歌單 他認為這些所有的東西集合在一起 才是這個城市文化很重要的部分 我不在這邊繼續多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既然你們都有一個雅民商場了 就找機會多多了解一下雅民 他是怎麼樣打造他私人的商場 去對抗資本主義的商場 但是我準備了一些照片 就是為什麼波特萊爾他會談巴黎的憂鬱 波特萊爾的那個時代 因為他是在第二帝國底下的巴黎 那個時候他的童年其實是在像這樣子的街巷 我們現在去巴黎很少看到這樣的街巷了 巴黎其實以前有非常多的河流穿過他的城市 所以那個時候的老巴黎的房子你們可以看到 只要因為河流都是不可能是直的 它一定是彎曲的 所以以前的老巴黎的房子都是沿著河道去蓋 所以房子就是歪歪斜斜 如果有機會大家去巴黎的第四區 馬黑區某些有一些小巷 都還可以看到 我真的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原來做夢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看著那個房子 你就會忍不住想要這樣走路 這樣子走路 然後這就是那個時候 班牙明看到的巴黎他非常的驚豔 原來走在巴黎 為什麼我們要歌頌巴黎 歌頌的不是艾菲爾鐵塔 也不是羅浮宮 原來歌頌的是這種歪歪斜斜的巷弄 因為它讓你歪斜的走路 讓你覺得好像掉到了夢裡面 所以班牙明覺得 漫遊者有一個很重要的節奏感 就是昏沉的睡著的感覺 就是一個昏睡的節奏感 你才可以在夢裡面把那些 那些不在你平常理性的意識範圍裡 那些不能夠進入到理性啊 規矩啊 線條的這些東西 他才能夠在昏睡的節奏感裡面 重新捕捉到 但是發生了一個可怕的事情 這是現在的巴黎 那這個現在的巴黎 基本上是拿破崙三世那時候 邀請了一個男爵叫做奧斯曼男爵 奧斯曼男爵呢 他覺得要整治整個巴黎 因為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河道 他基本上會產生衛生的問題 他會產生很多平民屋聚集在這些歪斜的房子裡 所以他決定整頓 他把河道拉直甚至鋪上了石磚路 那最著名的就是香榭麗社大道 是他在他手下完成的 然後那時候還蓋了凱旋門 所以呢這個城市對波特萊爾來說 簡直就是一個對巴黎的侮辱 就是一個軍人來強暴了整個美麗的巴黎的狀態 然後在那時候巴黎公社革命的時候 這些都市建設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因為你們看到剛剛的巴黎的巷弄本來是這樣 所以革命分子 比如說大家都很熟悉的悲慘世界裡面的革命分子 他們很喜歡玩街弄的堡壘戰 所以他們就是躲到街弄裡面 軍隊沒有辦法直屈而入 然後他們可以趕快把一些破爛的東西變成一個堡壘 阻止軍隊的速度前進 可是當 對不起 當豪斯曼把巴黎的街道巷弄全部都拉直 變成槍械大道之後 槍械大道可以展示 所有人都可以去那邊走秀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當革命 當世衛發生的時候 軍隊可以直屈而入 快速地掀滅所有的示威行動 所以這樣子的行動 對班亞民或者是波特萊爾那時候的人來說 他是非常暴力地把城市空間的過去記憶消除掉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透過這樣子滑美 甚至是有點歌頌軍權的方式 讓我們重新認識了另外一個 在極權統治底下的巴黎城市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大概這樣看到 就是說從過去開始我們看到的歌頌的那個 漫遊者的狀態 基本上已經是班亞民他意識到資本主義 還有極權政治他怎麼樣改變了城市空間 以及在這個城市裡面生活的人的狀態 所以漫遊者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因為他必須要透過他自己的步行 他必須要透過自己穿越這座城市的這個行動 去蒐集不同的街道裡面所能夠留下來的小故事 因為班亞民認為說 漫遊者他其實在穿越這座城市的時候 他如果不是像我們只是匆匆忙忙的 從A點趕到B點 一個點對點的一個穿越 而是說他是實在的一步一步走過去 他會發現非常多的細節 他會發現到他正在穿過的 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街道 而是一個消失的時代 所以像班亞民有寫一個拱狼街計畫 然後他在裡面就有提到說 漫遊者在穿越拱狼的時候 他其實是穿越他自己童年的夢 他也同時穿越了他祖先童年的夢 因為所有的時代都在裡面 可是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時代 我們是看到的是那些時代殘留的痕跡 所以在1921年的時候 有一群打打主義者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很有趣的行動 就是因為那時候 瑪格麗特先擺了一個馬桶說這是藝術 所以那時候的藝術創作完全大翻盤了 那大家就覺得 所以我也可以用一個現成物的概念 就是ReadyMate的方式來做我們的藝術創作 他們就決定要用都市遊蕩 來完成他們的藝術作品 那這個都市遊蕩呢 基本上就是在呼應剛剛班亞民 或是波特萊爾他們說的 城市漫遊者的這種做夢的集體意識是什麼 所以他們覺得 大家一起漫無目的的行走 也是一種潛意識的自動書寫 然後他們特別選在的是 其實那時候巴黎還很小 不像我們現在認識的這麼大 然後巴黎的區塊都很多 所以他們選了是一些荒廢的教堂 然後已經沒有什麼人去關心的空間 用這種走路的行動去告訴大家說 城市空間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可能 一跳就跳到1956年 因為剛剛講了那麼多巴黎 然後又講漫遊者 所以其實漫遊者的這個文學或者是電影 或者是劇場的創作 在巴黎其實還蠻根深蒂固的 那我想要放一小段 《紅氣球》這部電影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看過 欸 掉掉了 《紅氣球》就 boom 《黃氣球》了 《紅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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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心心胆跳的行走经验 可以听到很急速的红绿灯的BB声 可以感觉到所有的游客跟你摩肩插中 但当然《红气球》它要弹的并不是这个 《红气球》是一个非常短的电影 大概半个多小时而已吧 然后1956年的时候 巴黎要开始一个新的都市建设计划了 所以这个电影导演感到非常的害怕 他说巴黎已经被奥斯曼在第三帝国的时候改造了一次 怎么到五六零年代又要再改造一次 所以他用了一个小孩的视角 然后这个小孩在不断地追逐这个突然出现的红气球 那红气球它也有主动意识 所以它基本因为小男孩其实基本上是住在 在蒙马特后面的一个山丘上 那那个时候的蒙马特后面 还是平民区聚集的地方 并不是像现在巴黎的天价 房价很可怕 所以它其实是透过这个小男孩去上学跟放学 然后跟红气球互相玩耍的过程 把那个时候的巴黎从市中心到平民区的区块地景 接向完整地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觉得采用红气球跟小孩这件事啊 其实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漫游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 我们要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一样的去行走 所以小孩子当他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一方面会有一个对这个地方熟悉的身体感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会喜欢玩桌迷藏 所以他会去找新的地方 他为了要拿到那个气球 他会毫不犹豫地爬到路灯上面去 然后他会为了要躲避其他的 怎么讲流氓小孩的追捕 所以他会跟着红气球去翻越一个围墙 然后去看到了这个围墙后面的地方 所以那个后面的地方可能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 那红气球的这部电影 其实基本上就成为很多人再重新去看 那个时候的巴黎街巷 然后我们怎么样透过漫游的方式 看到不一样的景象 那后来也有人把这部电影跟 楚福有拍一部电影叫做四百集 那四百集那个法文在法文原意里面 不是真的要去打四百下的意思 他本来是要游荡的意思 他也是透过一个小孩的视角 去看巴黎每一个地方 他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 所以大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 所谓的漫游者在老巴黎 他怎么样发展出来一个梦游的状态 怎么样去发展出一个小孩子 在城市里面玩桌铭藏的状态 但到了1973年 有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叫Gidebo 这个是G.E.德波 比较是中国的翻译 台湾是G.E.德波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景观社会 那他提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 这不是景观社会里面出现 但我很喜欢的一个照片 所以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那个迪士尼的老板 在那时候米老鼠很红的时候 他就在电影院办了一场 放映米老鼠卡通的电影 然后请小朋友 全部都戴上米老鼠的面具 然后一边观看 然后像上一张 这张照片也是那个时候 大概1950年代60年代 好莱坞拍出第一部3D电影 就是什么类似那种魔狱探险记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也出现了像 就是Live那个杂志拍的一个照片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他其实在表现的是 G.E.德波是在想说 景观社会里面 我们现在大量的看到各种视觉 我们要去消费 我们是不是会先看一个广告 我们在网路上买东西 我们会看别人怎么穿这个衣服 然后去想像自己穿上这个衣服是什么样子 所以景观社会其实在讲的是 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底下 我们今天观看的方式 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看自己了 而是我们从别人的目光来看自己 所以这个景观就是 比如说很有趣的是 我们在街道上 我们会看到很大的旅游广告 然后告诉你要去海岛旅行 然后你就从这个广告里面 掉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 去幻想说 哇我在工作两个月 我再撑一下下 拿到奖金我就可以去海岛旅行了 所以景观社会其实在讲的是 我们被所有的视觉所包围 我们的欲望是受到这些视觉的刺激 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感受 而生起的欲望 所以欲望是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 被其他的媒体 被其他的媒介 被其他的影像所影响 那这个部分是很可怕的 因为它意味着是说 你的欲望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可是这些欲望都不是属于你自己原本的 这个逻辑大家 我看蛮多人点头的 可能心有七七焉 比如说台湾可能 11月11号我们称为光棍节 就是你可能 11月11号就是什么单身日之类 然后所有的网路就会打出 只要你是光棍 只要你是单身 你就可以享有11折 然后买东西 所以你到了那一天 你就有一种机制被唤起来 这一天我可以达到很好的折扣 我就要上网买东西 可是你买的东西 可能没有一样是你需要的 然后你可能重复的在网路上买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就是在讲机器欲望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欲望是透过这些机制 所被产生出来 那Gitter堡他们其实好几个朋友 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情境主义国际 很有趣 他是1957年到1972年 那他们在做的事 其实跟前面那群用散布来完成 潜意识书写 来完成他们的城市日记的那群大大主义者很接近 就是他们强调的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不一样的参与方式 重新让人感受到城市的魅力 重新让人感觉到城市的空间 所以他们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当然会觉得有点老套 但是你们要回推一下 在560年代做这样的事 其实是蛮挑衅的 而且刚好他们遇到68年的法国学运 所以那时候他们在法国学运里面 写了很多这种涂鸦的文字 那里面的涂鸦文字都是一些slogan 比如说像这一个就是消费越多死得越快 然后他们也会在一些墙上面写说 不要再继续工作不然你没有灵魂 所以他们你们要想一下就是当这个城市本来都是整洁的 被警察管理的好好的充满秩序的 然后有像些绿色大道 大家穿得美美的上街 可是你突然你的城市的背景突然出现了这些标语 他其实对那些人来说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你总不能穿得很美 然后很时尚那种艾伦的杂志 然后后面是这样这样一个标语吧 所以其实主义国际呢 他们那时候就玩了很多这种城市墙壁的涂鸦 这个有点看不太清楚 那这是里面他们玩的其中一个地图手册行动 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在城市里面迷路 迷失方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这个跟班亚明在讲漫游者的时候 有一曲同工之名 因为班亚明认为成为一个漫游者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天理走道 第二个就是误读 天理走道呢 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都会从A点走到B点 我们就会挑最快的那条捷径 我们一定不会这样绕来绕去 所以你要认识这座城市 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 离开你原来的轨道 你本来知道你往这边走最快 可是你今天就是规定自己 偏偏一定要往左走往右走 虽然你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误读 误读的情况 就是说你在看城市的一些空间标语 他跟你说不要往下 然后这个时候可是你刚好看到一个楼梯 你就偏偏要往下走 所以你就会突然看到一个被禁止的空间 它其实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那这是情境主义国际那个团体 他们做的一个地图就是他们在巴黎的捷运图上面贴上了剪的破碎的那个世界地图 他把一些捷运站贴起来了 所以如果对巴黎不熟悉的人 他可能觉得我从这边这样走走走 诶我怎么来到太平洋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等于是你用地图的方式暗示自己空间 有可能透过想象的方式来改变 你走到捷运站出口进来 然后你想象你在地图上说前面告诉你是一个南太平洋 所以你应该要用划船的方式离开吗 还是你应该要用游泳的方式离开 可是如果用划船跟游泳就表示 你要按照的不是原来的马路 而是按照南太平洋的指南针告诉你的方向 好那这是G德堡他做的另外一张地图 那那个地图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覆盖的方式 那这个地图是剪掉的方式 就是原来的地图是长这样嘛 然后他故意标示了一些区块 就是说你可以只去这些区块 或是你只去这些区块以外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像这样子 他把原来的地图全部都剪掉了 然后他维持原来大致的巴黎的城市的状态 可是他只留几个区块 所以比如说从这个区块走到这个区块 要怎么走 你要自己去画那个虚线 你要自己去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城市地图的方式 所以这些方式其实都是情境主义国际他们试图开发的一些在城市空间里面怎么游走 怎么漫游的一些方法 所以大家发现操作很简单吧 他们故意发明这种简单操作的方式让你自己平常就可以玩玩看 但是其实从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个层面 就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跟诗意的部分 因为地图如果画出来表示 有些东西势必在这个地图上是消失的 可是是什么东西决定它不能出现在地图上呢 那他觉得透过这个残缺不全的地图 可以重新去想象这个城市空白跟残缺的部分 所以我们发现漫游者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发明新的观察方法 那这个东西就接下来影响到日本的一群社会学家 那他们是专门做考线学的 以前都是做考古学 所以我们可能去找的是古代的痕迹去挖下面的地层 那考线学在讲的就是 现在还留在地面层上的 可是这些地面层上的东西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 关于一座城市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那路上观察学 它提出的观念蛮有趣的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些 有趣的形容 比如说原爆 纯粹阶梯 那这张是我在台南拍的 那这个是书里面本来就有 你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纯粹阶梯是什么 它就是登登登走上去 然后再登登登走下来 所以它这边并没有门 它就走上去再走下来 它没有要通往哪里 明明从这边就可以走了 但是这个纯粹阶梯并不是漫游者发明的 而是他们在所谓的考线的过程里面发现说 日本因为房地产还有经济泡沫 所以他们大量的盖房子 大量的拆房子再大量的盖房子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像这些 这个阶梯可能本来是依附在某个建筑物里 可是可能不知道工人在拆房子的时候出现一些什么 异想天开的事 它把阶梯保留下来 然后新的房子又沿着这个阶梯盖了起来 所以看那本书会觉得还蛮好笑 就一点都不理论 它比较像一个漫游手册 它会告诉你去找说 你可能走到这栋建筑物 你把门打开 里面什么都没有再关起来 只有一座一面墙 可是有一个门就在那 所以他们就在想的是 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发现所谓没有用的东西 可是这没有用的东西并不是真的没有用 这有点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 残缺不全的 可是只留一个部分还在现场的东西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象 过去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他说这些可能是一些东西结合起来 然后去除了什么东西留下的残余的部分 所以这个纯粹阶梯就可以帮助考线学 社会学者去重建 过去东京在大量盖房子的时期 他们怎么样去想房子的建筑形式 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什么去除了什么 那这是一个很好玩的部分 那原爆呢 原爆当然就是各位会想到 黄岛原子弹爆炸 那这个墙面呢就被路上观察学这群考线学者称为原爆 你们应该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吧 原来这里其实是有一栋房子的 那它现在房子全部拆掉变成停车场 可是为什么我可以非常确定过去曾经有一栋房子 其实是因为这边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楼梯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原来是有一扇门 可能通到另外一边 然后这张照片没有拍很清楚 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浴室的瓷砖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浴缸跟洗手台拔掉的痕迹 所以这一面墙虽然好像是完全没有东西 完全平坦 我却能够从这些留下来的痕迹 把这个房子过去曾经住过的空间 一个一个像蓝图一样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群考线学者 他就把这样子的痕迹称为原爆 就好像一座老旧的城市 它全部被摧毁以后 我们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留下的痕迹 去把过去的样貌一点一滴再建立起来 所以像这些其实都是 这些所谓的漫游者来自不同领域 有艺术创作方面的 有社会学思考的 有哲学理念去思考 那他们各自都从不同的方向去想 漫游跟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到了60年代呢 有一些艺术行动者开始觉得不耐烦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激进的事情 我们就是画画地图 这样子有几个人想要去做 而且画画地图这件事 可能是你自己有意识 你才愿意去做 然后路上观察学也是 我觉得这件事好玩 我就是偏偏要去找一些不一样的 没有用的东西 那旁边我们还有一堆人 从我们身边走过的 那那些人该怎么办 我们有办法去跟这些人对话跟分享吗 所以从刚刚一路上这样看下来 我们发现每一个团体都在发明一种观看的方式 那60年代有一群 比较是做Performance的行为艺术的创作者 他们就从偶发艺术的方式切入 那这个是Leaving Theatre的剧照 那Leaving Theatre后来 他们从偶发艺术出发 但后来其实越来越离开这个 但是他们初期还在偶发艺术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常常会有像这样子的介入型的行为 它有点像示威抗议 就是示威抗议者也是一种街道剧场的概念 就是当你去示威 你用一种集体的力量 经过某一些街道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街道变成一个剧场 所以Leaving Theatre或是偶发艺术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发 就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我们直接到一个空间 直接演给他们看吧 可是这个演并不是演一个故事 因为偶发它是happening 偶发就是讲的就是 我还是要保有一些随机的 偶然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们不会有脚本 不会写剧本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 哪一个演员要演什么角色 而是说我们一起去占领那个街道 我们一起进入那个空间 然后我们在那边做一些 平常在那个空间 人家不会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呢 有的人他可能就会顶着一个牛奶 然后让牛奶留在自己的身上 或者是骑脚大车 可是脚上面踩的是纸箱 所以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让人意识到说 哦原来这个社会的空间 它是有一个机制去运转的 比如说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就会习惯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有没有可能用happening 用偶发艺术的方式 我们去做一些原本 不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做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用这种 非常不理性 而且尤其是有一种快闪 或是导弹的方式 去改变一般人对于城市空间的运用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延续刚刚所谓漫游者 他的方法论了 因为漫游者就是我们要偏离轨道 我们就是要故意走错路 我们就是故意要让自己迷路 那到了偶发艺术的这群艺术创作者呢 他们想的事情就是说 那我们不走路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属于这个空间做的事 比如说他们也会到广场里面集体做爱 但是当然不是真的做爱 而是用一些动作去表现 男男女女然后不一样的年纪 然后所以这些动作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要让人突然遇到 突然看到 然后想啊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啊 那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在60年代开始 我们突然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漫游者形式的东西开始出现 所以稍微的总结一下 在进入所谓的漫游者剧场的不同的作品之前呢 可以为各位整理的是漫步者 他的重点在于他要去走不确定的路线 他要让自己好像在梦游的状态 他要让自己好像在迷路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帮他去发现 每一个空间在穿越的时候 哪些原本不在他视线范围的细节 因为他毫无防备 而进到他的脑袋里 重整出来属于那条街道 过去的时间感 过去消失的时代 所以消失细节这些对漫游者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漫游者他想要抵抗的是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他想要抵抗的是这个只有劳动跟消费的城市空间 那在这边呢 我想要再分享一个 我是从哈尔维诺的给下一轮盛世的备忘录 因为他其实就用不同的 他用六讲去讲文学创作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有轻快慢准 那到了准 关于精准的准这一讲的时候 他分享了一个19世纪的意大利作家叫做李欧帕蒂 李欧帕蒂说我们要透过精准才能够达到模糊 可是只有模糊是失忆的 那这个跟意大利文里面的暧昧有关系 意大利文里面的暧昧是Vago 那Vago这个词是从游荡来的 就是法文里面有Fagabon Fagabon就是流浪 就是漫游游荡的意思 所以漫游游荡这个词跟暧昧居然是同一个字根 然后这个词里面也包括了有吸引力还有可爱的意思 所以在意大利文跟法文里面 游荡暧昧不确定还有愉悦居然是同一个词 那这就是在卡尔维诺讲准的时候 他发现说其实要透过越模糊的细节 我们才能够达到越精准的程式的意向 那也就是从这个暧昧的词汇里面重新发展出来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吧 这个团体叫做李米黎记录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认识他们了 因为他们有来澳门做过那个摇杆城市 你们也是叫摇杆城市吗 听你的走我的 好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翻译蛮有趣的 因为我那时候看《摇杆城市》 其实充满非常多的不舒适 我是在想我真的在漫步吗 好 我们现在来看李米黎早期的一个作品 我用另外一个档案好了 我是不是不小心关掉 好吧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好了 抱歉 这个作品叫做《跟着卡车司机游欧洲》 好像已经有朋友看过了 那它是蛮早的一个作品 2006年就发展出来 我叫做做工业 我是从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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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车司机游戟 我是从中小区 所以现在我们在 Sophie 在一秒钟 我们可以到关于心的处理 可能可以走 我会开始在第三个车队 因为现在车可以通过啦 都可以转着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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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老席 您正在说 这一辆卡车就是里面载满的观众 他们这个卡车有欧洲的系列有做了蛮多国家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看 然后你会可以从那个影片上来对比说 每个城市的卡车司机他要呈现的面貌都会不太一样 每次我旅行到这个国家 整个城市的警察一直在阻止我 所以你们有发现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 观众比较不会像漫游者的状态 就是用自己的走用自己的脚去走路 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卡车带着他们去 经过很多欧洲的城市 你们刚刚有发现吗 就是在这条横杠上面 它其实不时会打出一些字幕 但那个字幕其实并不是打卡车司机说的话 而是说他到每个地方他会把数据表现出来 就是数据对迷迷你记录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很简单的数据里面看到一些生活的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仓库里面一天会有多少工人要搬多少货柜 或者是卡车司机他在开一整天的路途上 他每几个小时会停车坐上一次厕所 他每几个小时会停下来吃中饭 还是他从来没有吃东西 他是在一个很长途的开车的情况下 然后到了一个定点他才停下来 那这段路大概要经过多少公里 所以他会用数据的方式帮大家去建构你正在坐车的这个想象 那这就会呼应到前面说的 很多的我们不在乎的细节他其实可以去建构出关于这个空间 你动过程的比较完整的面向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卡车司机他就比较像是一个导游的身份 他会让观众理解说在他一天至少20个小时吧我记得 他有一些确实的迟数但是是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 然后在这20个小时里面这些卡车司机他会经过的哪些战 他会经历过哪些事情 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是跟李敏尼记录他们一直在做所谓的日常生活专家这个主题有关系 就我们像台湾最近喜欢谈素人我们喜欢谈参与式或沉浸式 然后我们觉得让素人上台可以听到一些最直接属于他们的生活的故事 可是在李敏尼记录他们对这些演员的概念并不是素人 他们认为没有素人这件事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邀请了这些日常生活专家 到这个作品里面来分享他们的专业 与他们日常生活之间会遇到的事情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作品的参与 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跟我们有关的生活系统 它是靠什么东西支撑起来的 它是透过一个人开着卡车 开过漫漫长夜 在欧洲的大陆上奔过一个又一个国界 它才会变成你手上的一个优格 所以李敏尼记录其实这个卡车 跟着卡车司机由欧洲这个作品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设计 它真的只是把这趟旅程很完整的表现在观众面前 那卡车司机的身份很像导游 所以他在这些很漫长的过程里面 他会跟旁边的人聊天 然后他会聊小时候的故事 然后他会唱自己喜欢的歌 所以在这些细节里面 我们就会慢慢建构出一个 关于这个卡车司机 他不是只是一个握着方向盘的人而已 我们会知道关于他的过往 关于他的记忆 他的喜好 关于他现在生活的障碍是什么 所以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件事就会越来越清晰 他不是只停留在一个 我们看到骂脏话 然后虚子很不雅的一个卡车司机 从你的身旁呼啸而过这件事而已 然后我们也会理解 为什么卡车司机 为什么会有那些行为 因为这趟穿过欧洲大陆 穿过各个国界的旅程 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这个就是黎敏记录他们在想 我们要在城市里面做所谓的漫游剧场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那他们觉得说当然是我们过去在剧场里面 是把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田野 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故事搬到舞台上 它好像一个浓缩的世界 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 那李敏宁的概念是反过来 他觉得田野本身就是剧场 城市生活空间本身就是剧场 所以剧场创作的任务是什么 他是反过来让我们意识到 原来在社会现实之间是有这样的剧场存在 那就像刚刚这样 我们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表演的设计 或是剧本的编写 我们只要把每一个细节大概要 每一个阶段大概要经历什么 这些东西锁好之后 你只要经过这段旅程 你就会收到关于所有这个卡车司机 还有货运这个行业 它所建立起来的机制 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李敏宁记录来说 它都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死亡 为什么是死亡呢 死亡它当然是跟消失有关系 比如说李敏宁记录 他之前曾经做过一出戏 就是以死亡为主 然后他们会去调查说 发现的国人97%都是死在自己家里面 或是死在自己的床上 我觉得还蛮幸福的 在一个来自会有地震台风的台湾来说 然后这个死亡通常在家里面死掉是什么意思 尤其我们知道德国不像华人一样 会有三代同堂 跟邻居的关系很紧密 所以当你死在自己家里面的时候 这个死亡通常都是静悄悄的 可能很多天之后有人去按门铃 一直按不开才发现这个人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其实日本最近也有这样的社会问题 就是孤独死 所以他们发现到说 在德国里面关于死亡这件事 永远都是安静的 不被注视的 或者是他通常都很无聊而且单调 他可能不会死得轰轰烈烈 所以他把这个死亡的构想搬到城市空间以后 就发现城市里面 每天都有无以数计安静死亡的事情 那这个死亡可能不是人而已 也有包括一栋房子的死亡 也有关于一条巷弄的死亡 或者是对你们感受来说很深的 可能是一个小吃摊的死亡 桃花岗嘛 我记得我们也有类似像这样子 关于土地争议的问题 然后也有创作者去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关于一个不被注视 一个无聊单调 一个枯燥乏味的死亡 它意味的是什么 那这个是李敏尼记录 我觉得早期他们做的作品 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怎么样透过这种参与式的 透过这种移动的方式 让你重新意识到 所谓的死亡是什么 那这个死亡呢 它其实牵涉到的东西会非常的多 因为又回到我们刚刚谈的 比如说在一座城市的地图上面 有什么是被标上去 有什么是没被标上去 比如说我现在也被Google Map制约了 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会把Google Map叫出来 如果我不熟悉的时候 我会看上面标的餐厅的评价是什么 我会去看哪些为了不要踩到雷 为了不要吃到难吃的东西 我会去看哪些餐厅哪些咖啡馆 是别人评价过的 我就觉得好 我可以先从那边试试看 可是反过来想 某种程度它是不是失去了另外一种 关于冒险的乐趣 因为不在Google Map上的东西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去发现 或者是说 我们赶赴我们决定要去Google Map上的 那个红点点的时候 旁边其实也许还有很多其他 他没有被网友登陆的一些地点 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错过他了 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觉得 我们不需要再付出观看的力量 再去多多认识他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今天虚拟世界大举入侵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另外一种死亡吧 我猜 关于地图制作能力的一种死亡 我们可能今天再也没有闲情意志像 Gio得堡或者是情境主义国际团体里面 去做那些非常手工的地图的制作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即使我们每天不断都在大量的移动 我们甚至会在Google Map上 或是脸书上打卡 让很多人看到我们现在跑去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 然后我们的虚拟身份里面 我们人似乎在非常多的地方 可是从刚刚的那些观点来看 我们是不是其实也从地图上消失了 因为我们在打卡 或者是去地图上去的地方 永远都是别人已经去过的地方 永远都是别人留下来的痕迹 而我们只不过是附着在这个痕迹上面的 像幽灵般一样的存在 因为我们没有用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式 去体验那个空间去创造自己的地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李敏尼记录 为什么他好像没有走路 可是却想要在这里放卡车剧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同时看到一个系统怎么样被运作起来 我们也同时看到卡车司机 因为他每天都要这么劳累 开这么长时间的车子 所以他的生活也消失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种生活的系统被建立起来 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个作品看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死亡的状态 因为卡车司机的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 好像比其他职业来得非常的高 就是在台湾也是居前几位的 因为台湾有开货柜的卡车 然后也有开那个果菜运输的 那我想在澳门当然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运输行业 所以他们的开车的方式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去休息站 我们可能开一两个小时还可以负荷 可是对卡车司机来说因为他使命必达 就像快递一样也是一个很可怕的行业 所以他必须要不断地在拥挤繁忙的城市里 不断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些高架桥之间穿梭 因为他争取这些货物送达的时间跟地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交通网络 还有运输的系统角度来看 非常可以对应到在今天 我们是不是还有漫游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还懂得漫游这一件事 还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在漫游的时候 我们其实被某些东西已经制约起来了 那这个其实就跟刚刚路上观察学的考线学学者 他们提出来的心不在焉有关系 去找没有用的东西有关系 既然讲到路上观察学 我们现在想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的是 日本有一个创作者叫做高山明 那高山明他之前是在德国学习剧场创作 所以他本来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剧场导演 但生活在 目前生活在东京还有柏林两地的他 开始也在想距离运输交通这一件事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个影片呢 它叫做完全避难手册 那我们知道日本人很锋芒 日本人有出一本手册叫做完全自杀手册 因为日本人对于时间非常的要求 比如说千万不能误点 然后地铁飞机所有的交通系统 时间都会跌得非常非常的紧 我们对那个日本的地铁都会有一个印象 像沙丁一样怎么样急怎么样急 所以战务人员他其实不会管人 他也不会说你们慢慢上 他只要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他不会让那个车等 像台北的捷运有部分还蛮人性化 你知道在远远的地方跟那个战务人员招手 然后赶快冲下去他会等你 他会等你最后一刻冲上去再让捷运开 可是东京不是他是拼命急急急急急 然后关上门时间到出发 所以完全自杀手册呢 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就是日本人出了完全自杀手册 他会告诉你在哪边哪一站的几点几分 那个地铁它的速度到那边 一下就可以把你撞死 他会出了好几个关于地铁站 最适合自杀的地方 那高山明看到那个手册 他觉得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们的精准 已经变成一个可以自杀的工具了 我们对于时间的规划 已经变成某些人可以抛弃生命 抛弃时间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想要反过来去想 我有没有可能在东京做一个完全避难手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短短的 那完全避难手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短短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短短的 现在手册各位可以看到 他不是只有在东京做 他在德国还有好几个地方 都有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避难手册 那个Port B 是他的传体的名称 所以各位如果对他有兴趣 也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找他所有的计划 因为他的计划 比如说完全避难手册 还有等一下会介绍的东京易托邦 都还在持续 因为是现在大家在在州 里面说得不合理 这两短的视频 很好 看到该是一位 在内地的仩序 可怕不合理 没有太阳不合理 在这种地方 人们会有优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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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是高山明 来过台湾几次 所以我会对他的作品 有一些认识 其实也是因为去参加他的讲座 还有他有一个工作方 叫做都市记忆工作方 所以比较知道一些 关于他的工作的方式 还有他的理念 因为他一开始在想说 剧场是什么 就是过去在剧场 其实就像我现在跟各位的距离一样 就是有一个舞台跟一个观众戏 可是观众戏如果永远只是在这边 他有可能移动吗 通常我们看到的是 演出者的移动 但我们有可能让观众戏移动吗 所以他开始在想说 在过去希腊剧场的时代 希腊剧场它是一个 可以讨论公共议题的地方 所以最早剧场并不是一个娱乐的地方 而是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嘲笑有权力的人 嘲笑有钱的人 我们一起去讨论 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女人该不该待在家里 可不可以男人只能上场打仗吗 所以在希腊剧场里面其实有很多 关于这种讨论公民意识的能动性在里面 那么在今天的剧场为什么越来越消失了 观众好像都是被动的 就像我可能跟各位这样聊了很久 我其实也不清楚你们的状态是什么 还是你们早就已经出去漫游了 只是你们的身体还留在这边 所以如果观众戏它成为一个主动的 成为一个移动的状态 那有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呢 所以他觉得城市本身有各式各样的记忆 那一个角落里面 可能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到的是基金会的空间 可是在基金会之前 它并不是几百年都在这里 所以同样一个空间 在它之前是什么 在那个之前又是什么 在之前之前又是什么 可是回到现在这个轴线 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时去看到过去 也可以想象这个地方的未来会是什么 它可以永远都是基金会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介入 我们可以改变关于这个空间的想象 所以高山民它就接着开始发展 这个观众席移动的概念 让观看的场所可以真正的进入到城市里 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被大量的媒体 还有视觉所辱获 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观众席的移动 重新去思考观看的方式 这就是刚刚为什么要先让大家看一下 《完全避难手册》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再介绍它的另外两个作品 但再进入接下来两个作品 我可以再多跟各位聊一下《完全避难手册》 《完全避难手册》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它其实在想的是城市里的避难是什么 避难有意义吗 我们在城市里面 我们去的某些地方做的某些事 是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它可以成为一种避难 那它那时候其实提出了几个日本的社会现象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日本的流浪汉有一个技能非常的厉害 就是会用纸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家 我在法国也看过 我有一次 这不是有一次 我之前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反正就是也是经过一个天桥底下 因为那一天就是心情很不好 然后我不想要坐捷运回家 然后我就反正就从一个地方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我那时候也是 试着要去实践一些漫游者的态度 我想那边有一个天桥的地下道 看似应该有出路 我就姑且走走看吧 就是走下去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非常不好意思的感觉 因为我就闯入了一个流浪汉的家 就是因为那天桥底下太小人经过了 所以他把那里打扮得非常的舒适 而且他还用不同颜色的地毯 区分出不同的生活区块 真的非常厉害 他的那个空间 因为天桥是狭长的 他用的空间大概真的就这样差不多 然后他总共有四个区块 我没有在唬烂 虽然听起来很像在唬烂 这一个区块是他的小花园 然后中间有一个客厅 就是有扶手椅 还有一个坏掉的电视机 但上面贴了一张海报 所以他就坐在那个沙发 对着电视机在看报纸 然后这边有一个运动区块 就是他不知道从哪边捡来的一个健身器材 但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用 因为上面插了蛮多小鲜花的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浪漫的一个流浪汉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衣帽间 然后那衣帽间就是 全部的东西都看得到 但是他折叠得整整齐齐的 就是变成一个很像乐高积木 堆叠出来的东西 我那时候是我 因为我在法国没有手机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拍下来 我只好努力地用我的肉眼 去记忆我看到那个场所 以便日后可以跟人家 重新述说这个故事 所以某种程度 我现在也在实践漫游者的一些 那个工作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讶异的是 其实流浪汉他们是几乎这个城市里面 最懂得所有空间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也是为什么班牙明 一开始会说 时光者是终极的漫游者 因为他那时候他懂得去 找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让他的生活空间 变得非常舒适 这个地方可以提供一下 跟日本的流浪汉不太一样的是 法国还蛮多流浪汉 是自愿成为流浪汉的 而且他们的对于自己在 城市生活的那个态度也很嬉皮 然后他们完全没有自卑感 至少有一群 而且几乎每个流浪汉都会养狗 所以我其实我那时候 跟我现在的先生 我们那时候有几次机会 可以跟流浪汉聊天 都觉得蛮珍惜的 就是他们说为什么要养狗 是因为狗非常忠实 而且他们跑来的钱 那些钱一定会去买狗最喜欢吃的 他会把狗喂饱以后再喂自己 因为很冷冬天的时候 狗这个时候就会发挥作用 而且狗会帮他看家 所以那时候看到很多流浪汉 基本上他们的状态都蛮乐天 然后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这可能要做更详实的 社会的甜调才会知道 为什么法国有一群人 他们是志愿成为流浪者的 但跟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个漫游者的历史 是不是有他的脉络在里面 我也不晓得 但遇到的流浪汉 基本上他们都非常懂得生活 然后他们一定会知道 在哪些时刻 剪到非常棒的东西 我也看过有一组流浪汉 他是在公园三个人 然后他们是在公园的其中一角 然后他们用的全部都是 古董二手家具 因为他们会懂得去剪 所以 就是在法国看到流浪汉 其实要有尊敬之心 因为他们是最懂得这个城市 所有的宝物在哪边 那日本我还没去过 但是从高山明的描述 或者是我们在电影 或是小说里面看到 关于日本流浪汉 基本上是另外一个族群了 然后他们最厉害的是 纸箱的手艺 我记得有一部动画 叫东京教父 金敏拍的 他就是以三个流浪汉 作为主角 其实里面有触及到一些 在东京里面流浪汉 生存的状态 所以高山明一开始 想要做完全避难手册 基本上他是想要把 日本的流浪汉这件事情 用剧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那时候去填调 找出了非常多 关于日本流浪汉 怎么去找到他们的纸箱的避难场所 因为用纸箱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不怕潮湿的角落 不容易被破坏的角落 然后他有他的隐蔽性存在 所以呢流浪汉真的是 整个城市里面最懂得避难的人 就是这点大家要记住 以后如果遇到 就是未来希望不要遇到 遇到一些不太好的战争 或者什么 跟着流浪汉就对了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睡起来要舒适 也知道哪边的食物 吃起来最健康的地方 所以高山明那时候 就从流浪汉的角度去切入 在这座城市里面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避难的地方 但是当然他有他的社会意义在里面 因为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流浪汉 为什么成为流浪汉之后 他们有办法受到社会福利的保护 那成为流浪汉之后 他是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网络 就我在更早之前看过一个 日本的偶像剧叫做 池袋洗口公园 然后他里面其实也有谈到 日本流浪汉的社会网络的关系 就是他基本上还是有帮派的 他还是有地方领域的 所以并不像法国这么浪漫 我知道法国是几乎是没有这个状态 法国甚至还有一个协会 叫做唐吉科德协会 然后他们会帮助 你想要成为流浪汉之后 怎么样过得更舒适 我就只 很匪夷所思 而且那个讲到这个组织真的有趣 因为那个组织在 萨科奇 萨科奇法国之前有一个总统叫萨科奇 他是超级大右派 然后他上任以后做的事就是把 在那河边的所有的流浪汉赶走 所以那个唐吉科德 他叫唐吉科德之梦 还有他底下有分会叫唐吉科德的小孩 反正他有很多组织会做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就发起了运动就要所有全巴黎的流浪汉 一起回到塞纳河边睡觉 那你不是流浪汉 但是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 欢迎你加入 他会教你怎么样编成流浪汉 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新闻 然后我那时候看来是觉得 他们只是没有说他们是艺术家 不然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塞纳河边搭了一整排 很壮观的帐篷 然后每天会在那边开分享会 就是我在法国一个还蛮美妙的经验 就是他们的罢工 还有像这种占领运动 他们每天都会有喝酒吃烤肉 然后但是同时很认真的讨论社会议题 好这样有点离题了 回到高山明 所以从流浪汉的避难这件事情 他的完全避难手册发展的越来越健全 因为他接着发现日本有另外一群难民 在网咖里面流浪的难民 这些人不是没有家 应该说有一部分是有家 可是大部分是没有家的 那这些网咖难民呢有青少年有小孩 但是也有老人跟中年人 那这些网咖难民我发现在台湾也有 在台湾就叫做麦当劳难民 如果有去过台湾 我自己也曾经当过一阵子麦当劳难民 所以这些人他们可能是失业的 可能是家里面有家暴的 所以他有家归不得 他选择了一个可以容身之处 那网咖非常具有现在都会的一种空间象征意味 因为网咖通常都暗暗的嘛 然后都常常一格一格的 所以他非常的分格的个人化 滋密化 可是你所有面对的世界只有前面的荧幕 那通常在网咖难民就是不断地去打电玩游戏 线上游戏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虚拟身份 去跟线上游戏的人做朋友 他可以在线上里面 他可以先在线上游戏里面 不断地说自己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 他可以把自己身为一个女人 也可以说为一个很厉害的男人 他可以把一个丑陋的男人 也可以说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所以在网咖难民里面 他跟流浪和难民的避难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流浪汉是在城市里面行走的 可是网咖难民 他基本上是想要从城市里面消失 所以他才会躲进网咖 我自己还曾经当过二轮电影院的难民 所以我刚毕业 就是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反反复复找不到自己要做什么 可是那时候又一个人租屋在外面 就很小的小房间压房 然后我也不可能回去跟我妈妈要钱 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去麦当劳 这样坐一整天然后看书写东西 或者是躲到二轮电影院 因为他不会清场 你就是那种很悲伤的时候 感觉自己有点那种烂情的书情的时候 就是一直看着二轮电影院一个一个放 然后旁边也有奇怪的老人家 在打呼睡觉等等的 所以高山明的完全避难手册 它其实就是从避难这层意义 重新去把这些城市里的被隐藏起来的空间 包括躲到这些空间想要把自己隐藏的人 跟这个社会的结构和问题重新的出现出来 那这是他刚开始做完全避难手册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为什么地铁也出现了 那为什么有一些空间也出现了 是后来他这个计划发展到一半的时候 福岛海啸出现了 所以他突然在想说 福岛那群人的避难是什么呢 那如果今天东京发生 因为那时候东京有地震 可是还好伤亡不多 但如果东京也发生大地震 那在东京生存的人他们要躲去哪里 所以完全避难手册 它就是与时俱进 它从一个很简单的在城市里面 避难的族群开始 发展到自然灾害出现了以后 我们要躲到城市的哪边 那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福岛的人 他基本上是难民 而且算是气候难民 他到了东京以后 他可能在福岛有一块田地 他可能有房子 可是到了东京以后 他被安排在难民收容所 他有一个短暂的居所 可是他一切全部要从头开始 所以他完全避难手册开始一步一步 接触到不同的避难的层面 然后也把不一样的关于东京这座大都会 他可以容纳的空间有多少 以及他没有办法容纳的空间 他是怎么样把这些难民所排除掉的 那这个就跟接下来的东京 易托邦还有无光有关系 高山明的有这一系列作品呢 跟咖喱古游记也许会很接近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戴耳机的 然后会有一个APP程式 那在APP里面这个地图会不断变换 然后这不断变换的地图跟我们刚刚说 怎么样把避难场所收容起来 怎么样把一些城市的 关于这个场所 关于这个地方 他过去的记忆 重新载入到这个APP地图里面 所以其实每一次观众去参与 这样子的漫游的行动的时候 都会因为这个APP里面的资料 不断的扩充 他可以读到这个城市 越来越多的讯息 那我们接下来要先看的是 吴光这个作品 因为他的像我觉得漫游剧场要 做讲座真的非常累 大家会发现我一直在讲话 因为我们很难用影片去呈现 他们东西到底要经过什么样的历程 那这个是吴光 好我们可以先看到这边的APP 就是池代西口公园 池代西口公园在日本 算是一个还蛮重要象征的 因为蛮多帮派呀 然后吸毒的玩摇滚乐的人 几乎都会聚集在那边 所以去池代西口公园 可以一次看到非常多 关于日本这座城市的次文化的族群 在那边聚集 然后他会在每一个空间跟场所 设定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他们的参与方式呢 基本上有一点像一个单人旅行 也就是像有点像跟旅行社买套装行程以后 他给你地图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那好从这边开始好了 你去登记然后有一个时间点 他们会交给你一个对讲机 还有一个收音机 然后会给你一整组的明信片 所以你就靠APP里面的地图告诉你 第一站第二站到底在哪 所以在你展开这段旅程之前 你会完全不知道你要去哪些地方 然后比如说到了一个点 他会告诉你要拿出第几张的明信片 那明信片上面 就会去映照出这个地方的 过去可能出现的样子 或是现在跟你正站在眼前 不一样的状态 看下一张好了 好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个无光这个系列 他几乎每一个阶段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元素 那他是从福岛的难民 这件事情去发展出来的 所以他在想的是距离的问题 福岛跟东京总够有200公里的距离 也就是你原本住在福岛的人 到了那边以后 你跟你的家乡维持200公里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感觉 那他透过明信片 APP还有收音机里面的故事 他去提示你 这个场所之前可能曾经有一个穿辐射衣的人 他站在这里一个一个检查 每一个福岛难民身上有没有辐射 辐射有没有过量 没有过量他才可以进入到东京这座城市生活 所以你要进入这座东京城市生活之前 你已经有经过非常严苛的检查了 可是生而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检查吗 然后在不同的点呢 因为他会邀请有一些小说家写故事 他也会找一些当地居民去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 所以你可能会走到一间苹果电脑店 然后只有戴着耳机的你会知道说 你要打开哪一个电脑 打开来以后可能会是像这样的一个照片 原来就是福岛的难民聚集在东京郊区 还不能进来的状态是什么 可是在那个苹果电脑专卖店里面 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里面有一件事正在发生 或者是他会引导你到一个旅行社 然后那个旅行社的橱窗就贴了一张海报 上面是一个推荐你去辅导玩的行程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经过这个旅行社看到那个海报 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 就怎么啊 我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辅导玩 可是只有拿着收音机拿着明信片的你 走到了那个橱窗面前 你才会发现上面这个行程写的是 人都走光了 只剩下动物了 所以他其实透过这种 只有你一个人去体会这件事情的过程 让你感觉到所有关于在这座城市空间里面行走 非常不舒适的感觉 然后也透过听觉 视觉还有你主动去寻找这个点 然后在这个点发现的东西 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感官都在告诉你 你处在一个混乱的空间里面 因为同时会知道你在现实的城市里面行走 你也同时听到了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跟明信片上面又不太一样 明信片告诉你的现在这个世界也不太一样 所以意思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点 因为我参与了这个行动 所有不同时间的空间都在这一刻 聚集在你一个人的感受上面了 那也透过这个移动你可以收集到不同时间点 不同场所 这些人所留下来的故事 那这个就是高山明在思考距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就是在城市里面漫游 我们怎么样去测量距离 我们怎么样用这种主词兑换的方式 怎么样用这种视角改变的方式 可以感觉到这个空间它是有一个容纳的包容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不同的时间叙事线 可以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发生 那这个是我觉得高山明 他在用这样子的方式谈 所谓的都市记忆非常高明的地方 刚好他叫高山明 他其实也在讲记得跟忘记这件事情 可是他当然比律德堡的那群人更高明了 因为过去只能用地图或是自己行走来做这件事 那正在21世纪的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重新把这个记得跟不记得的事情 用不同的媒介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当然APP 我们刚刚我的很多话语里面 好像在反对虚拟世界 反对Google Map 可是这时候也是媒介改变这件事 我们不得不去接受的部分 既然这个媒介这个科技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那么相关了 那这个创作者他其实就是反过来在思考 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 我们已经无法离手的手机 重新帮助我们去发现新的城市空间 那收音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因为你一只手拿着手机这个高科技的产品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拿的却是收音机 还要调频 然后他走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你说 你这时候要转到几点几 你才会听到那个故事 所以他其实还是用左手右手 你手持两种不一样的科技产品 去暗示你说这个科技发明的距离感 以及你身体使用者的距离感 这个差异 有没有可能在你的身体里面重新换回 你过去在找那个讯号的那种感觉 以及在APP里面非常快速便利找到的感觉 可是这个APP却告诉你说 这个地点是不明的 这个空间是不明 你只能照着那个路线走 走到那里你才会发现 哦原来是这个 所以他在路线的设计上 他也不是直线的方式 他会让你跟着这个走走走 在这里吗 那我刚刚不是从那边走就好了吗 所以科技媒介的发明这件事 我觉得在高山明的作品里面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他并没有要你完全抛弃掉 你跟媒介之间的关系 反而让你回到有一种像小孩子的状态 因为他觉得他的作品 其实是让观众成为一个迷路的小孩 成为一个走丢的小孩 所以这个走丢的小孩 他怎么样到达大人告诉他的地方 他手上有这么多工具 他要自己想办法去完成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迷路的小孩的状态 恰恰好就是 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放红气球的原因 因为红气球里面那小男孩 其实也是一直在迷路 因为他跟着那个红气球这样走走走 他就已经突然忘记他在哪边了 可是他又知道回去晚了会被妈妈骂 所以他会拉着红气球说 往这边往这边去找路 可是红气球可能又被别的东西带走 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跟高山明 他在设计无光 或者是刚刚完全避难手册里面 想要一直把我们推到迷路的状态 可是又告诉我 告诉你说 你不要走错路 是往那边就是这种怎么样去用你手上的东西 去调整你在城市空间里面行走的距离感 也是高山明在他的作品里面 他怎么样去想城市空间里面 哪些地方被保存 哪些地方被遗忘 然后跟你的行走经验的设计 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呼应 刚好他 应该是2016年吧 我有点忘记那个年份 应该是2016 他也来台湾做过一个类似的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 他在东京有做一个东京易托邦 那东京易托邦跟无光的创作方式是很接近的 只是说东京易托邦他现在还在进行中 所以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是给你在 你去他的网站上 他会告诉你说他在搜集哪些地方 可是你去了那个地方以后 他会也是透过APP跟收音机 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成为这栋大楼之前 他其实可能是一个豆腐店 然后这个地方 在他成为一座银行之前 他之前可能是一个流亡的音乐家 他很喜欢去的小餐厅 就 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其实在讲台湾的那个江文也 然后 他来到了台湾以后 他做了一个北投易托邦 那北投易托邦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这种地图行走的模式 都会因为每个城市 每个地景而不同 所以那时候去不是用走的 那时候是坐机车去的 我那时候去觉得 其实我觉得内容还好 我觉得是那个体验比较有趣 就是北投因为很多山路 如果去过台湾的朋友 可以呼唤一下那个感觉 可是那山又不是很高的山 所以通常去北投的人 在早期 如果你不想要爬很高的山的话 有一个摩托车服务 就是有 骑摩托车的阿伯 他们都是从年轻起到现在 他会帮你快递 他会帮你载到某一个地方 那因为北投以前是温泉香嘛 这以前的北投有非常多的酒家 那小姐们好不容易化完妆 他上去当然不想要流一身的汗走上去 他就会叫车然后骑上去 然后或者是客人也会骑摩托车上去 所以这个摩托车的行业在北投算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但现在也在没落了 就是因为有捷运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酒家了 所以观光客也觉得坐捷运就够了 那这些阿伯现在蛮可爱 他们的责任跟功能就转换成另外一种 就是他们常会帮一些职业妇女 照顾他们的小孩 帮他们去接小孩 陪他们写作业的时候 他们去补习班带他们回家 这是我那时候去 然后跟那个在我的那个阿伯聊天的 就是我发现 我觉得听他讲话 比听耳机里面的东西有趣太多 但就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高三明 做了这个北投一驮帮 我才会想到去坐摩托车 所以虽然内容我觉得还好 但是某种程度这个作品 它驱动了你去认识了另外一个行业 去做了这样的体验 好 为什么那个内容不好呢 我可以小小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一样都是戴耳机 然后他刚刚 他选了几个地点 然后这些地点呢 你去那边就是听耳机里面 然后他邀了一些台湾的小说家 或是剧本写作者 为那个地方写一个故事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个阿伯也在聊说 这些点都是我已经知道的地方好无聊 然后他们写的故事也就是历史故事 所以你去那边只是真的有一种打卡的感觉 然后他全部都是挑观光名胜古迹 然后后来聊一聊阿伯还说 不然这样我们去吃个那个豆花好了 我就突然说天哪你应该当这个艺术家的 你应该当这个节目的创作者 因为你才会知道观光名胜古迹之外的其他点 然后他说对啊 然后很自豪就开始跟我说 不然你要不要再去吃碗肉羹 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很少有人去泡脚的温泉地 这样子那边很自然 然后所以我最后跟那个阿伯就完全脱对 然后我就觉得不错 我还是有达到我的目的就是 我也创造了一个属于我的北投的意托邦 而且是跟那个阿伯一起共蒙出来的 就是问他这样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这个时间你通常会去那边休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漫游者剧场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集体的时间性 规定你一定要怎么样移动 所以你可能在脱对的时候 你反而达到了某一种新的观看方式 那这个新的观看方式 其实很多时候都来自于观众的主动 那观众的主动可以去为这个作品 创造一种不太一样的体验 虽然我没有跟高山明分享 但我很得意 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北投意托邦 好 时间不多 但是我很想要在最后稍微的带到一下 台湾的两个创作者 然后他们这次也都有参与《咖喱谷游记》 那黄思农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作者 他自己是台湾载剧团的团长 所以他做导演做编剧也做音乐设计 那他这几年发展了一个漫游者剧场 那跟高山明的有点像 可是他其实开始做之前高山明都还没有来台湾 他也不知道高山明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黄思农他在想的比较是在场跟不在场的关系 刚刚的高山明想到的是迷路的小孩 还有距离的调整这件事情 怎么避难 小孩怎么样在城市里面避难 但思农在做的事情刚好相反 他在讲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在这座城市里面消失的小孩怎么办 那这是奇境他方 因为也很难 不太可能用影片 照片也很难呈现出来 但大家稍微的感觉一下氛围 我简单来说一下好了 就是他其实是用一个失踪小孩的案件 就台湾很多海报都会贴小孩失踪 然后我有时候看也会觉得很胆战心情 真的是一张海报就是一个悲伤的消失的故事 所以思农他从这个失踪小孩的海报出发 然后他让你给 他给你一张 他也给一张手绘地图 所以这个手绘地图非常粗糙 他完全不成比例的 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能用Google Map去对应那张地图 你完全要凭着这张地图去找 你该去的地方 而且你一定还会走错路 因为他其中选了一个点 在一个很奇妙的弯曲的小巷 而且那个小巷分叉很多 所以我自己delay到后面的人 就是我在那个小巷里面迷路超久的 我说找不到找不到我该怎么办 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会在每一个点给你一个线索 然后也有关于 这个脚本都是他写的 因为他不是完全写 失踪小孩的真实案件 而是从那个案件 启发他怎么去谈已经不存在的人 跟还存在的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得到的每一届有两个 一个是地图跟收音机 收音机里面还是磁带的卡带 就是这我觉得斯农作品的特色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投钱打到一个电话号码 而且只能用公共电话打 然后我们就会听到这一段故事跟下一段指示 所以斯农的这个做法呢 基本上已经操作了蛮多次的 然后也都是一个人的漫游 曾经在台湾的万华 龙山寺 也有在西门町 西门町那次也是非常紧张 还要经过那种龙蛇混杂的那种电玩区啊 然后那个电玩区就叫澳门什么什么电玩厂之类的 在西门町的那个狮子林大厦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就会看到澳门什么什么电玩厂 你们叫娱乐厂吗 然后在西门町跟在这里 他其实都有一个非常迷人的脚本 比如说在西门町他讲的是一个侦探 怎么样去侦查一个妓女被杀的过程 所以其实我听侦探的那个侦查日记的同时 我要去找侦探走过的点 我在无意之间我也成为这个侦探的角色 我自己也在去重组侦探说的日记 甚至我有的时候会怀疑这个侦探说的是真是假 那这个其实都是斯农设计好的 他怎么样透过你在听那个磁带 还有看现场的一些他留下的证据跟物件 去思考侦探跟城市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其实班亚明也有提出过 班亚明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 基本上分为三种人 一个就是杀人凶手 一个是侦探 一个是妓女 你们觉得你们是谁 我现在的行为基本上是妓女 因为我就是受到澳门艺术节的邀请 然后我要讲这件事 然后我不能漫无止境地谈这件事下去 因为我的时间只有三点到五点的时间 所以我的时间跟我所要发展的内容 跟我要面对你们的态度 全部都是在这个规定底下被制约好 那某种程度是不是就妓女了 所以我要在这段时间好好地满足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到 这样妓女才有下一次来澳门的机会 那如果你们出发去漫游呢 你们觉得你们会是谁 所以斯农的作品很凑巧地 就把这三个类型都放到里面去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是班亚明没有说到 但是我觉得在斯农的作品里面 有处理到的就是献民 侦探要找到凶手 他现在有尸体了嘛 一个被杀的妓女 他要找到凶手 塔罗就是他的演员 所以你在翻塔罗的时候 这个线名就突然告诉你 下一个地方的场所跟线索 那这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侦探的角度 重新去构筑一个城市空间的过程 那这位朋友呢 他叫做张吉米 但是张吉米不是他的本名 因为他会在不同的活动里面 替自己取一个新的名称 然后但是基本上都是 Jimmy这个发音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 继承车机车的作品里面 他叫做张奇米 那他也是一个工程设计师 巴黎谷游记里面的APP 就是他写的嘛 然后 对不起 这张照片并不是他的剧照 但他后来就把他拿来当宣传照 这是真的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大队 拍他超速的照片 好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想要玩艺人剧场 然后他有一台摩托车 他就把他骑成 台湾的计程车是黄色的 他就把他全部骑成黄色 而且他在那个计程车 前面放了一个计程车的那个 上面的那个车灯 就Taxi 所以 每一次的观众只有一位 然后 他们会有一个集合地点 然后你不认识他 没关系 他会告诉你 他的那个机车牌号 所以他把机车牌号称为演出场地 就是他整个 你的参与演出的过程 都在他的机车上 但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啦 你跟他见面之后呢 他会跟你聊聊天 然后问你想要 今天晚上有什么想要体验 所以原来张奇敏也是妓女 然后 他会跟你建议说 我其实认识一个什么朋友 他可能很会按摩 不然我们去他家玩好了 然后或者是 你今天晚上心情不是很好 不然我带你去吃一个小吃好了 或者是你今天晚上这样 你其实蛮适合看一出戏的 那我带你去看戏好了 所以他的这个 搭计程 搭桑吉敏的计程车 机车 由台北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非常的手工 当然有机车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 但是所有的行程 连他自己都不会安排好 他会到了现场以后跟你稍作沟通之后 等于他也不算是导游 他等于跟你一起去想 今天晚上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去玩什么 我们可以去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大家都很快乐 我们可以再继续延长 所以据说有人玩到通宵 然后他也有把人家带到一些很疯的朋友家 把一个原来不太爱说话的女孩子 变成一个完全喝醉酒发酒疯的一个客人 所以对于观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 他甚至比刚刚前面高山明 或是思农的作品还要更挑战 是因为你需要先把你的心 跟身体全部的交给张吉米 而且必须信任他不会把你卖掉 然后并且接受他带你去任何地方 无论那个地方会给你怎么样的感受 因为这个是你们今天晚上 作为一个主动的观众 所一起创造出来的事情 好所以 这是我最后一个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作品 那大致上大家可以感觉到 从过去 在波特莱尔的时代 就已经有漫游者出现 那漫游者几乎都是跟着 现代城市的诞生而一起出现的 一个名称 或是一种人物 那么在波特莱尔的时代呢 漫游者他关心的是人群 因为波特莱尔喜欢写妓女 喜欢写乞丐跟时光者 他觉得只有透过观察人群 才可以知道这座城市的生跟死 因为他秉持的信念就是 城市的样貌是透过人在里面生活的样貌 才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么现在当然还是啦 就是像 具德堡透过景观社会去定义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我今天之所以穿成这样 可能是因为媒体告诉我 我要穿一个衬衫 才能够转现我的专业感 或者是你可能要穿得很轻松 才有周末的休闲感 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形象 都是透过媒体的关系 但到了各位可以看到 林米尼剧场开始的漫游者剧场 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太一样的 剧场展演的方式 过去有像达达主义者或者是情境主义国际者 他们是透过手工的地图制作 重新走入城市空间 作为一种都市游荡 但是从林米尼记录开始 去想的漫游者跟资本主义的关系 是从系统 还有我们能够离开多少距离这件事 重新去想 我们跟城市游走的关系 那么媒介还有技术的改变 当然也会影响这些漫游者剧场的形式 有很大的变革 就是手机网路 还有现在大家都喜欢戴耳机 但是戴耳机这件事 到底它跟漫游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说在林米尼记录的什么 听我的走你的 听你的走我的 听你的走我的 所以你看 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是 听我的走你的 因为那个时候 有参加的朋友可能知道 但没有参加的朋友 他不是在告诉你线索 他根本不是一个线名 他是告诉你走到这个时候 好我们现在过马路了 赶快大家一起跑 或者是你走到这边 你看红绿灯 他就会把外面的声音录进来 就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呢 所以他所有在耳朵里面的东西 都只是一种指示 对我而言 等一下可能开放问答就可以来反驳我了 就是他都在告诉你说 你无时无刻都在被监控 可是我们都不能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把手举起来 看向哪一个地方 所以他是用这种 我觉得他比较像偶发艺术 就是他在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所以你成为的是表演者 你并不是漫游者 对 可是那也不是偶发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一些即兴的 欢乐的 他全部都在规定 然后他甚至最后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机器是没有国籍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剧本 有没有这句话 他说机器没有国籍 机器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怎么可能 因为比如说Siri是谁发明的 Siri的声音 比如说在对台湾人 或是对你们而言 Siri当他讲普通话的时候 绝对是一个中国的女人讲的话 所以语言跟 既然声音跟耳朵这么亲密 那我们怎么样选择那个声音 谁是逐数者 他是不是某种程度 就透露了某一种 你对于谁在掌控 这座城市的意识形态 透过这个声音来表现 所以我觉得摇杆城市里面 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漫游者 他反而让我更加的意识到 我在一个被管理良好的机制里面 我在一个被控制很好的时间感里面 但是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高山明的作品 或者是黄思农 我在黄思农的作品里面会迷路 耽误了40分钟 以至于我遇到下面两三组的人 说你怎么还在这边 所以那个时间的漫游感 跟我们手上拿的什么样的器具 跟技术跟工具 都会息息相关 那这个是我觉得 接下来让我很期待 咖喱古游记 因为他会在澳门 也会在台南 然后不止他 都有不同的类型的漫游者剧场 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技术 跟路径的设计 以及透过什么样的声音 去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正在观看 什么东西正在消失 那这个消失的对立面 是什么又在重新被塑造 那最后再讲一个就是 黄思农他用的是 磁带这一件事情 那就跟我刚刚说的Siri 或是手机里面 听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就跟收音机的调频一样 因为磁带 在一直转一直转速的情况下 声音也是会消失的 所以表示那些声音 本身是有身体感的 然后我可以分享 我先生的一个糗事 因为他太久没有用 那个卡带的放音机了 他按到快转 所以他完全听不懂 磁带里面的是什么 可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会听到什么 他就以为那是黄思农 要他听的 他真的超糗的 所以因为我在他前面 他在我后面 我先出发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正要出发 我刚刚看完 所以我就哭得乱七八糟 然后他就很期待 结果后来我们在家里碰面 他说 我听不懂啊 为什么你会哭得乱七八糟 你又得到什么东西 后来才知道他按错键 他按成快转 所以他最后只好 在跟黄思农要录音档 自己再听一遍 自己再去走一遍 可是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是一个 这个作品他不能掌控的地方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机器的不熟悉 不就是代表了 他势必 就是我先生那个观众 他势必就是要失落了 这一段记忆 他势必就是 永远无法得知 这一段故事是什么 好 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 好像超过了 对 这个漫游者始终不想遵守任何规定的 我们非常感谢张云之老师 今天为我们所准备的一个专题讲座 时间真的很短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我相信老师如果继续可以说的话 他可能可以说出来 但是时间真的到了 那如果一个朋友有问题 或者有东西想和参考或训练 他可以趁着 一起去训练 吃点 外面呢 有准备咖啡、茶、衍生给大家的 可以趁着这个时间一起交流一下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 那我手去填一下这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